到目前为止 来二位给我们播报一下 你们的总分情况 我这边是1100分 我们也是1100分 所以毫无悬念 可能还是要麻烦国际最高惯例 剪刀石头布 获胜方将直接获得优先选题权 听我的口令 剪刀石头布 3 2 1 开始 最后一轮总决赛 获得优先选题权的 就是我们的90后 来 看一下大屏幕 还剩下四组题型 为你的队友选择哪一组题型呢 我选择音乐加历史 我们对古诗词 对这些文学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但是文学已经没选过去了 所以我们又选一个 比较接近的就是历史领域 好的 我们最后的总决赛 终极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 第一道题请听听 周杰伦歌曲中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莫吉托 中的莫吉托是用什么 鸡酒调制的三个选项 A 郎酒 B 金酒 C 利口酒 请强大 从我的角度看 两个人速度都很快 但是率先拿到麦克风 发出声音的 是我们的90后 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雨昕 率先拿到了宝贵的一分 永梅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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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题请听题 七七爱爱 讲的是西汉周昌和西进 邓爱两个人说话时的 什么毛病 请请强大 口吃 口吃 率先给出答案的 依旧是雨昕 口吃 回答 正确 2比0 暂时领先 一共只有九道题的机会 第三题 请听题 诗句 《枪敌何须怨阳柳》 中的枪敌吹奏方式 是怎样的 有两个选项 A 横着吹 B 竖着吹 3 2 1 请强大 B 竖着吹 我看到的第一个手握麦克风 喊出答案的人 依旧是我们的雨昕 恭喜你 回答正确 前三道题已经全部的结束 场上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跑步的时候 可以说是刚刚适应那个跑道 速度没有对方快 我对题目其实是有信心的 但是呢 我没想到就是在跑道上 我没有表现那么好 这个挺让我自己失望的 这个是 加油加油加油 好不好 接下来第四题 歌手周深演唱的 《亲爱的旅人》 是哪个经典动画片的主题曲 三个答案 A 千语千寻 B 龙猫 C 天气之子情 强大 加油 我们也加油加油加油 又是我慢了吗 真的又是我慢了吗 又是你慢了一点点呢 可能两个人 抢麦克风的时间是一致的 但是雨昕先喊出来了 OK 我知道我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肯定是 我有些技巧没有掌握到 因为他要抢麦 也要说嘛 比如说我抢到麦 但我没有 我说得慢 率先给出答案的 依旧是雨昕 千语千寻 回答 正确 四道题已经全部的结束了 场上出现了 四比零的局面 九道题 只要率先答对五道 比赛视为结束 接下来第五道题 许哲配的气球中 说了八种颜色 请问不包括 以下哪种颜色 四个选项 A 黑色 B 粉色 C 白色 D 红色 3 2 1 请抢打 勇梅加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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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恭喜勇梅 第一个抢到麦克风 第一个喊出了答案 答案B 粉色对不对 恭喜你 是是是 回答正确 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 也许这可能是昙花已现 总决赛第六题 请听题 1898年 哪部小说描绘了超级巨轮 撞冰山 导致数千名乘客 葬深海底 A 泰坦尼克 B 徒劳无功 C 泰坦尼克号 3 2 1 请抢打 B B 没有任何悬念 勇梅率先抢到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 回答正确 目前场上的比分 2比4 接下来 第七题 请听题 在儿童歌曲《种太阳》当中 作者想把种出的太阳 分别放在南极冬天晚上和哪里 A 月亮 B 火星C 北冰洋 D 大海 请抢打 C C C 两个选手回答的答案同样是C 正确答案也是C 但是 以我如此近的距离 我无法判断两个人谁更接近话筒 所以此刻 我们通过慢动作的回放 看一下到底谁第一个握住话筒 好不好 真的看不出来 你看出来了吗 我可没看 我没看出来 肉眼无法分辨 这怎么看呀 再慢点 再慢点 接下来我为各位揭晓答案 率先给出正确答案的选手是 我们90后的雨晴 恭喜雨晴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